第122次委員會議 那委員會設有21席委員 那11萬5千到有12席委員 那今天討論的案子是北投空中纜車計畫環境影響屏幕說明是委員會 那這邊就先請建復開會 我想首先我想歡迎我們那個鄉親 關心這種北投空中纜車開發案 我想感謝這個8月份的時候我們召善律庫試試查會的時候 我想這個鄉親表現出非常難得這種民族素養 我們一共有22位鄉親都要發表 我們不見合情跟他們在我們之內完成這個發言 那董事也給這個委員這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會後的話我們是希望會除了兩場之外 提出這個六七個問題 那會後的話我想也給一個充分的時間 那也給我想 關心這個鄉親的話有87個問題 一共有150個問題提出來 那我們是要求這個開發單位 然後做一個答案 那等一下我想我們程序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會先請開發單位的話 針對這個案 這個鄉親關心的這個議題的話 我們就做一些收筆 收筆之後 我們就按照這個情緒 就輪到請我們這個政察委員提供這個政法意見 那最後假如還有時間多後 我們在珍求看我們的審查委員提供 在開發一些發言這個時間 那我想最後再進入這個委員會的討論 希望就是說 我想我們那個臺北市啊 是一個民主飾養非常高的情勢 就是說贊成反對我想雙方都有 那我想我們這個尊重各方面的意見 這個我想這個最後的評審還是這個審查委員 那假如說這個人聽聽說 你的要求請就要答應 這個最後聽說我想我們 政政府的話 比較直接是哪個會有觀察 我想會針對會關心的議題 這個台灣大對這個答案 我想會做最好這個決策 那以上大概幾乎是會說的 來 下一位 接下來 請問一下今天我們是第二次審查會議 是不是延續會議 上一次是第一次發生 這次是第一二次 他不是延續會議 所以民眾的發言權 不應該由委員來同意 今天還是一定要開放民眾的發言 這是一個請問 你今天不是第一一八之一 也不是第一一八之二 今天是第一二二次環評會議 而且開發單位這個簡報也寫得很清楚 是第二次環評審查會議 不是延續會議 所以這些民眾的發言權 不是由委員同意才可以進行 程序上應該是由開發單位做完簡報以後 就應該開放現場的民眾來做提問 然後再由委員加以審查清楚是才是 謝謝 謝謝 我想這邊已經提出這個154個問題了 那假如除非說你提的問題 比這150還有其他的問題 然後我想我也歡迎各位提問點 但我想是不是 就是說我想各位聽聽這個委員的意見 我看他們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議題是什麼 當然能夠聽聽 我還是會把這個時間盡量能夠來控制 那還有花一點時間 所以大家能夠保護這樣一個時間 我是不是同意這樣 不同意 這個大法案的問題 並不是限定於這154個問題 可能還有其他問題 比如說我就是今天第一次來的 相信在場很多鄉親 不管他是支持還是反對 很多人應該都第一次來 是不是第一次來的鄉親 舉下手 就是第一次來的鄉親 那難道說一個開放 他只能限定有154個問題嗎 他有一千個問題 你也是一千個問題 在環評會都要解決是不是 所以今天只要民眾 不管他是支持的還是反對的 他只要有問題 當然就應該把問題收集齊全 這樣才是一個正確 充分的環評審查結論 主席一定記得我 主席記得我應該是印象深刻 但是我的發言 我的提問 上次為什麼沒有記錄在 我們的報告書上面 如果我的問題沒有回來 依照程序 請先回答我 我要玩我的問題 再試試看這個會議 不是特別的問題 是因為你要列入記錄嘛 你是不是其他人都有列入記錄 為什麼讀到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你沒辦法回答 你就 你還是要回答嘛 你是不是都沒有回答 沒有記錄也沒有回答 這邊在場有多少人 你把這本記 你的報告書拿出來看 我們其了問題 你連記錄也不記錄 回答也不回答 你把民眾當傻瓜是不是 沒關係 我想這樣子 就各位提的問題 然後我們 台灣各位給書面的 各位可以提供書面的意見 假如說沒有回答到的話 我想等一下 我想開花單位 會再做一個報告 提出給開花單位對你們的問題 提出這個收錄之後 我們再做 過去的這個決定 這個我想還是給開花單位做個收錄 不然你一直在那邊講這個問題 如果我想沒有所謂 但那會時間 等一下大家 我現在不是他們 剛剛最近講的沒有錯 上次已經有提了150幾個問題 今天如果說你提的問題 是在150裡面的問題 請你再發言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剛剛講說因為程序問題 今天來了這麼多人 就因為沒有答覆你的市面問題 你就讓他留會 這是依法的規定 但是你再提出書面 因為這樣大家都來了 大家全部都回去 我叫大家回去 但是我也要求她回答 你是要讓問大家的時間 是不是 大家讓問大家 不要讓問給我回答 問題是他們的付出 依法 依法行政 回答 請把各位依法行政 不是在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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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邊 我們第一次請常會沒有這樣一個場面 希望各位補下這個紀錄 不要說 我們只是要求你依法嘛 沒有關係 依的法座嘛 這法不是你的法 不是我的法耶 看你是什麼名字 當時有提什麼意見 你就寫一下 這幫是為什麼侵襲 這幫是大便 要依法叫你 程序話人 用這個書面報告 用嘴巴講話 不能完成所謂的程序問題 我跟妳講 請各位理事 我還沒講謊話好不好 現在在現場私自入行的話 是影響到民法第15條 隱私前被侵害的時候 我們可以請求法院的存在別債 民法195條裡面規定 民法195條裡面規定 總會不會出法 總會不會出法 你們如果 如果 私自 把影響拖上房的話 我跟妳講 我覺得告你們 因為按照民法規定 195條你一查查看 一字被侵害的時候 精神沒得到 恐慌老百姓啊 很像過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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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你吃一點嗎 我請求法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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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會議可以發言 還是不能發言 公定會可以發言 還是不得發言 公定會的發言 得不得做 所謂的 建設的 所用的 你講法案 沒有吧 你是不是解釋一下 因為他或許不瞭解 那個所謂的 所謂的 真正的會議的程序法 那 大家發言 要有它的正大 就是合法性嘛 那如果這個所謂的 審查會議 根本沒有發言空間的話 那就是講清楚 不要再做所謂的 假民主說 我要開放空間 給民眾去發言 那個 我想各位 請求請求 這個假如說 還要把全部這個 引遣初目前再講一次的話 那就不要開今天這個審查會議 各位 給各位 我是按照這個程序 上次有登記發言 給各位發言 發言之後 還是給各位可以提書面的意見 一共提出154個意見 上次開會就已經決定了 開完會之後 我們下一次就要請委員 來做一個審查 審查 他們提出意見之後 還有不準就是 我想我們再來 討論 不可以做的事 我想希望 不要再 請求把這個事情 把他在那邊打轉 還要解釋什麼 公英偉 你知道嗎 那這樣再講下去的話 還要解釋什麼 還要解釋什麼 有什麼思想 什麼這個 今天能夠開這個會議 已經完成前面的會議 還能夠開這個 不然都 審議問題 你這樣講就不對了 既然大家都來這邊 花那麼多時間來 要知道我們來的目的是什麼嗎 發言 有沒有記錄 記錄 大家參考還是做結論 如果不行 你要講清楚 審查會 就是沒有發言 公委 公委 做了所謂的報告 也不留記錄 也不做責任 那你應該把政治 你要讓我們 要相信知道 不然公公公 這是我前一個 你要先回答 不知道會怎麼看 請就 我想很多這種 政府這些程序的話 不是 每個人都能夠 完全這個 清楚 但是 今天會開這個審查 今天是環境影響 評估謊 請委員 來做一個審查 這個審查會已經召開做第一次了 第一次已經開放給當時關心的評众 他們發言 我想要尊重他們發言的意見 然後會後 我們再給他們一個充分的時間 大家能夠表達 順便意見 這樣做了 當時的會議決定 我們這次就要來請這個開發單位 把這個意見做個說明之後 那我們再進入這個委員 他們會提供這個意見 如果假如說 今天你這個當時請提了意見 有一些什麼 不組織的話 我想我們來 尊重委的意見 然後來給各位 台灣 給各位再提出意見 所以我請台灣 大家再一個說明 我想各位能夠進入這個 請就來開啟台灣 來 下一集就 台北市獨立了嗎 環保署每一次審查 每個人都可以發言 每一次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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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市長 就這個決定 比如說就開放20個名額 就限定 你如果覺得全場發言 發言不完 就遺失了 請坐 我想你對一百 還有一百五十四個問題 以外的問題 我懷疑你再提出來 這個我會來做個尊重任務 沒有徵求委員同意 就是要可以 你現在要先承諾這個程序問題 要怎麼處理 你看看我們發言 我們就讓他開發單位報告 合法嘛 今天是北投縣空中暖車計劃 這個 是關心北投居民的問題 所以我們主席 北投居民的人 他沒有這個花園 他有沒有用台北市政府的錢 有沒有用全民的錢 有 為什麼不能發言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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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政府居民 為什麼不能發言 你告訴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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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跟上程序 你上次問題要先回答嘛 各位請問 請問 各位不要太行 我講 其實因為你的程序沒有完備嘛 你這邊的工作人員 連記錄都沒有記錄好嘛 為什麼有問題 連一條都沒有記錄起來 你給這位先生 把他當主派 手想的工作 再打回來 拿給他 我們來處理 來 是不是各位 可以針對我們出眾以前花園的民眾 包括他們的數位行鑑 開花單位的這個回答 民眾權益上 你只顧到台北投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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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行鑾啦 依法行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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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Virginia 你講我講 想要可以巴比較功 不用公投,不用公投啦 公投就是大家的意見,大家的意見,大家的意見 我也沒選。公投就算啦 那他們兩個在講話,你不要想要不要撒謊 每一帳你可以運作公投 來來來,請問,你們都是怕會我 不要說 我想我們鐵高的黨內,對上一次我們尊重有150的意見 給他們說明,給他們說明自來 各位,我們就開始 理性你們說得不好的,理性就沒辦法平時 大家理性啊,但是你們說得不好的,不可以 來來來,聽一下,聽一下,聽一下,聽到我媽啦 因為鄉可不在那裡 來來,請請 來,先考到黨內說明 因為已經有150個意見,我想你除非跟150意見有不一樣,我們講不完,跟他們大交易時間啦 來去吧 來,等一下,等一下,先說明啦 我問一等一下再講啦 來,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誒,程序問,你還沒有請問你,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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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還沒有請問你,為什麼可以進入市民表演 我是不是開完三會兒 我請問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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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你啊 一馬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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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民主的程序有報告 法制的程序沒有錯就不是民主啦 可是台灣滿野新竹生態協會的律師 我們今天是為了確保也是為了台北市政府好 我們為了確保這個環境能夠保障民眾的權力 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 主席你現在只要財事20個民眾發言 現在大家也不會杯葛程序開發單位也可以報告 這節省在場所有民眾的時間 主席就請你現在財事好不好 二十個民眾發言 各位 今天不是要幾個壞 一個兩個一百個都沒問題 那就好 一百個 一百個 要用人數來決定要不要壞 就是說已經有幾十一百個 主委 假如說 為了 開會這個效率的話 你除非都 跟這一百五十個問題之外 你還有其他問題 你才在講嘛 你講這個意見 是要給這個評審委員 知道你們關係的意思 不是說 這個開發單位答得好不好 這個是 那你把我問題都把它蓋掉了嘛 銀利問題嗎 我們的委員怎麼會知道 我們委員都不知道問題啊 所以我就叫我們投委員把子品給你嘛 你那時候是什麼問題都給他提出來嘛 我想我也尊重你啊 這個不必不要這樣子 你除了一百五十 那所以 那你還有其他問題 我想你就可以拿出來 我想我精球這個大一件 沒有啊 選你那個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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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 ¿ 看出 Miranda five十七十六五十四 不然 證入上市有瑕疵 你要答應 否則 郭一声 我媽的 我不用你 之前你的問題我都不知道 你哪一聲 你們知道一下嗎 你們知道一下嗎 可以嗎 等一下 所以我說為什麼要請他們報告 也不會貼吧 哪裡沒有達到才能夠知道 不給他們報告 我們沒有不給他們報告 我們是要求發言 他們報告可以報告 報告完委員問完我們可以發言 你承諾可以發言 我們就會快吵了 我不是剛才講過問題 是154個問題 如果有1000個問題也是1000個問題都要解決 154個問題並不是說環庭 就只能限定在這154個問題 如果這個案子就是有1000個問題 不管他是贊成還是反對 你就是要收集這1000個問題 不是說因為上次我們已經有154個問題 這個案子就算有5000個問題 開發單位也要好好回答 主席你現在只要承諾開放民眾發言 程序也不會被杯葛 大家的時間都不會被浪費好不好 我想 我們都幾個問 我們都幾個問 主席背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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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不喜歡開發單位在背格程序 是不是 我想各位已經提出150個問題了 主席再繼續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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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 Parl明明 按道理 給你開發提問 我已經開過一次會有當面問 已經154個了 給他報告之後 有哪裡沒有回答到的 我想你把你這個有關你這個環境影響的 你可以提出來 我沒有說不能理 我希望大家能夠有效力 所以現在可以提 不一樣的問題可以提 不要提這樣的問題 主席現在說你是承諾說可以提問題 不一樣的問題 而且有關環境的問題 各位記得 主席你是不是可以再很清楚講一次 所以現在開發單位報告完 這些民眾這些不管支持反對 他可以他可以提問對不對 不是 你清楚我講 不是 就是說等一下開發單位針對154個解答之後 對不對 當時的成績是我們希望有委員再提問題 假如說都沒有提到的 你記得還有問題的話 我們再來請回答 所以你是承諾民眾可以發言對不對 沒有錯啊 所以他可以發言 他不是自己提書面吧 他應該不是自己可以提書面 他今天就可以發言對不對 沒有錯啊 所以主席你在講的是他今天民眾今天可以發言嗎 我們就開始就講這個程序嘛 就是說 請開發單位針對154問題說明之後 我們現在是輪到 因為現在是民眾提出問題嘛 現在是我們委員要提出這個問題啊 聽完之後講說這個問題 你還記得說還沒有 還沒有這個 關鍵問題還沒有被提到的話 對不對 我們就請委員 所以大概說這樣子 是不是還可以再 對不對 你們今天講的就是 民眾的發言權 不需要經過委員的同意 我非常同意主席您剛剛講的 開發單位報告完 委員問完是不是就可以讓民眾 針對他的問題沒有被回答的 或是他新的問題就可以提出問題 如果你只要今天承諾這句話 現程序馬上不會被被告 主席是不是可以再講一次 是不是在場的這些民眾 可以再委員問完以後就可以發言了 但是 拜託會議的效應 我就說你只要限定民了嘛 你真的很擔心 擔心你整天的話 就限定民了啊 你就是說 主席你擔任會議時間耶 你還不直接耶 你不會不要 不要再繼續當問的 其實只要 只要承諾 沒有什麼問題 開發的中關聯 你就可以開發 提問 你弄一點 誰不誰啦 沒有啦 他會怕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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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個 一個這麼嚴重重量的東西 難道只有154個問題 所以等一下說 講我沒有提到 你再來講吧 所以說我沒有提到 你再講吧 他有什麼提到 他有什麼提到 他沒有哪裡還有 所以一家一支 等客這種事情 對 是不是會同意 沒有被迫 如果沒有提到 或沒有被回覆 民眾 你現在是不是可以承諾 您現在是不是可以承諾 如果沒有提到 或沒有被回覆 那大家都聽到 現在都有錄影起來 主席說了 沒有提到 沒有被回覆的 大家還是可以問 是不是這樣子 關於環境影響的議題 對 沒有被提到的 以及沒有被回覆的 在場的這些所有的民眾 都可以問 是不是 在委員問完以後 沒有錯 好 關於環境影響的議題 OK 那我們現在請看到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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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